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了 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说的是非要不可 我现在非要不可的刘俊耀 受药药 礼拜三 新闻社群占雷倩时间 咱们上学的建立委员 你好 说的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礼拜呢 又是热闹的一个礼拜 这边每个礼拜都这么热闹 国际之间的事情 世界继续在发生 对 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都是有新的东西 新的进展 不像我们是原地踏步 这个我们就非要讲了 君奥的听众朋友没有原地踏步 是是是 我们有很多 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 非常多的这个观众 然后呢 都有来这个 给你很多留言 谢谢谢谢 非常支持这个雷委员的一个论述 条理清楚 这个对于而且 在评论的时候呢 立场是非常的客观的 所以我们继续 这个礼拜呢 大家知道张志峻来到来参访 金门的时候呢 他讲了一句话 金门如果开赌场 变成有博弈条款我们通过的话呢 大陆就要把小山洞给关了 这个东西是有点好像 给你一点压力哦 这会不会干预到内政啊 我先说这个 这个跟中国大陆在那个反贪打斧以后的一系列作为一样 大家知道澳门的赌场原来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嘛 那现在呢 去澳门也是受到高度管制 也就是说 这是 这可以算是中国的内政 所以说他把我们刚才是他的内政 他不希望他的内部有更多的贪腐的人 利用赌场去洗钱 所以他在控制这个管控的时候 他也可以 不关小分通啊 只要他不让人家可以任意到金门来就好了 他可以让你的客源停止 其实小三通如果没有大陆来的客源的话 他也会受到很大的灼伤 所以张志峻讲的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如果大陆说好 从此以后不可以单发去金门的访问证 也不可以随便坐船去金门 那这样子金门也就一样是被 也就是跟澳门一样 这个活水就会被堵住 所以这句话讲的不好听 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 执行面可以是完全中国内政 好 那这样子我先请教你 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 我们就从张志峻开始谈起 后面呢 还有蔡英文啊 讲的说我们可以考虑放弃太平岛 对我快滚倒了 这个我们待会也要请你来评论一下 还有中国跟美国最近在对骂 在骂什么呢 待会我们有一连串精彩的内容 好 还是把张志峻这部分先讲清楚 张志峻这一次来这个金门 你怎么看就是说 包括呢有黑衣人在这边冲突啦干嘛 然后还有还有就有人就在帮他说说 啊我们这个这个人家来参访 我们还需要用黑道 用黑道来做管制秩序啊什么之类的 好 你怎么看张志峻这一次来访 我先说啊我在金门工作的那段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主张希望两岸制度式的协商呢 可以以金门为核心 可以在金门做好像大家都知道有博鳌论坛啊 有达伯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可以在金门就固定做一个两岸和平论坛嘛 然后两岸的制度性协商 比如说两会呢 可以在大陆方举行的时候 可以固定在厦门举行 然后在在台湾举行的时候 可以固定在金门 他就金下两门同安 我觉得这是一种还蛮有创意的做法 当然当时因为我是在金门工作 所以是以金门为核心 希望金门不要因为上面的大三通 变得非常的边缘化 对内委员当过金九的董事长 对那那是也是公营企业啦 所以我们的考量是整个金门的整体福祉 那这一次张志军来 昨天大陆媒体问我说有什么看点 我就给他下了一个标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俄国名著叫做战争与和平 他挑的地方呢 就是叫做战争与和平 你看他挑了金门酒厂 他挑了水库 挑了菜刀 这三件事情 它都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如果您是别的地方的听众朋友 不晓得的话 让我介绍一下 这个菜刀大部分都是两岸 在互相打这个宣传蛋 就是单打双不打 那这个打宣传蛋的时候呢 落在金门的炮弹 由这个炮弹拿来打成在家里用的钢刀 所以叫做战争与和平 以前那个以色列的大使到金门去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以色列应该送给你们金门一个雕像 送什么好 我就说这样好了 我们送一个底下是一个炮弹的样子 上面变成一把钢刀 就是由战争走向和平 他说好啊好啊 其实我们很想做这个事 所以他去参访了钢刀 第二他去参访了金门酒厂 就是以前金门高粱酒厂 是以前我服务的单位啊 那高粱原来就是 在金门有一年 它是木麻黄 全部都枯死了 然后士兵也没有柴火的时候呢 鼓励很多的民间去种高粱 因为高粱收成了以后 杆子可以拿来当柴火 那高粱因为台湾人吃不惯 就用米给他换 然后换来的高粱 拿来的酿酒啊 这是金门高粱酒厂在战争时代军需的这一个前身 那这个军需的前身呢 后来就是在金门当兵的人都知道又苦寒非常湿 所以金门高粱酒厂有几个特殊的方子 比如说风湿药酒啊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当时的战争很多人叙手在金门 那现在已经变成两岸的人 一起都很认知的一桶酒 所以以前 价钱非常的贵啊 而且非常好 它提供了所有金门的民生福利 它同时上缴中央的钱 每年都大于中央拨给金门 作为一个领导的预算 所以其实我在那里的时候 对于那个税务单位曾经提过 对财政部提过的案子就是 希望呢你就横平起来 我们也不想你多要 就是金酒公司用烟酒税交多少 你就补多少回来给金门 到现在还没成功啊 如果我们要到的话 每年还可以多要十几亿 那么所以整个金门的建设 人民的福祉 比如说三杰的配酒啊 所有的从小学一直到你念大学 所有的学费 所有的医疗费用 如果你去台湾念书的话 你还有飞机票 可以回家返乡这一切的福利呢 绝大多数来自金酒公司 所以他就是从以前战争 去供应军人军需 现在变成人民生活福祉 变成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 那也是战争与和平 也是战争与和平 那第三个是更好的 就是看将来的那个天部水库 其实是从 至少是从李祝锋县长开始 就很认真的去商量 因为那时候已经两岸 逐渐进入了比较和平的状况 他们就去讨论 可不可以由大陆向金门购水 因为金门大家都知道离台湾很遥远 所以自来水公司如果要对台湾 台湾去供金门的水 其实是非常遥远 可是厦门呢 还有在福建有好几个城市 一条水管就过来了 对 所以其实谈了非常久 从中央啊到地方啊 从北京到福建 各个地方都谈过很多次 那这一次 终于在下张会的时候派反定案 然后六月要签约了 对 六月要签约了 下个月哦 就要签约了哦 所以他去视察的就是那个 要接续从大陆来的水的那个水库 哦 所以这个也是战争与和平吧 是 如果是战争时候 你就怕别人到时候把你的水掐死了 你就全部的人都要干旱 嗯 我们看到古时候那种战争 都是要把水源决断嘛 对 所以如果我们在战争对峙的状况 不可能从大陆引水 对 可是在我们走入比较和平的时候 可以同饮一江水 是 所以说从钢刀 就是直接的战争 就是炮弹变成钢刀 对 然后到了酒厂 就是从军需变成人民生活福祉 到最后的水库 可以同饮一江水 我觉得他这整个的流程呢 就是提醒我们战争与和平 和平的重要 所以呢 张志勋这一次呢 他而且他自己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不要失去和平才感受到他的可贵 对 因为就像您说这里有黑鸡人啊 有人去闹场啊 有人说我们台湾主题医师啊 这些小孩子啊 我要套用一句 猴岛在砍城影展 得到最佳导演的话 对 他说我们台湾已经够辛苦了 不要做这些有的没有的 嗯 不要做这些有的没有的 是 但是呢 他们这些有的没有的 他们这些人 他们不会 但是他害了很多人 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他自己 没有被注意到 嗯 他在乎他自己的那种 他不会为大局着想 大局着想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 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们还是看 张 张志勋这一趟来的时候 他现在所带给 也是中国一贯起来 就大国要崛起 他跟他周边国家 尤其是台湾啊 台湾是自己的亲兄弟 那他呢 也是商跟战两手 嗯 一直在在扶植 这次我看他也是用商跟战的那种感觉 而且商远大于战 对 而且商里面最重要一点啊 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 一时还不会感觉到他的重要性 但航运航空的朋友全部都知道 嗯 就是中转 是 什么叫中转呢 就是呃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转口到别的地方去 譬如说 以前我们去美国 时常要经过东京去中转啊 那现在他们要谈的协定是 大陆的旅客出国的时候 他可以 他可以选择 比如说广东机场中转啊 上海机场中转啊 以前都是香港嘛 香港去美国啊 他们现在可以在台北中转 哦 这样子的话 就会使得台北的机场 就是整个航运界 他的吞吐 跟他的往来 就会变得很多 不光是只是华航跟长荣 是 所有大陆航空公司 以及其他国际的航空公司 也可以飞经过台北 再去中国大陆嘛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中转呢 很快也会实现 会给台湾的航空业 也就是 他整个枢纽地位啊 可以用 航空来代表的话 会给这个枢纽呢 带来真正具体的活水 OK 但是呢 我想金门要不要博弈 博弈条案 这个应该经过他们的当地的一个投票嘛 但是张之君这次就讲说 如果你们开始你博弈条案通过了 金门要设赌场了 我就呢 就要把小三通给关闭 这个会不会太过严厉了一点 因为如果说 应该怎么讲 你觉得说他讲的话讲得很硬啦 对因为 这等于是我们自己 对于金门人来讲 很多金门人 他是希望说能够呢 在金门就开设一个 能够开设赌场 这个你一定要让我说一下 想要在金门开设赌场的 都是国际财团 包括很多马来西亚人啊 台湾人 他们看的全部是大陆赌客 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澎湖 觉得说从大陆去澎湖 还经过一条航运 或者是海运非常不方便 他们喜欢金门 就看中了他地理位置上 跟厦门直接接壤 三十分钟的船 所以所有到金门来投资的 那些投资客 以前我在金球公司的时候 不知道被多少人来 讲过这件事情 甚至后来有人要邀请 我做他们的顾问 我都拒绝 因为我深深明白 金门跟别的地方完全不同 金门有一条 像新加坡一样的 发展道路的可能 它跟新加坡的发展道路 可以是一模一样 从观光购物 一路可以造金融 它可以有很长的 一个发展路径 博弈是少数 急功近利的人 愿意做以外 金门是一个文化指导 他从唐代 就有人在那里募马 朱熹曾经在金门讲学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金门是个里导 大部分的金门人 都读古书 所以在这个大部分是一个文化读书 更读为传统的金门里面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 要不然就是没想过这个事情 要不然呢 他的地方领袖 大部分是反对 但是外面的财团 用各样的利益 让有一些人心动 所以不断的有人提出 这个博弈条款 可是金门的那个 淳朴的老门 就是这种非常淳朴 深厚的文化底蕴 刚刚讲过吗 朱熹来讲学过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的金门人 是不喜欢的 所以金门有一个 很大的风险 是会被这种高度的商业利益 拉到了一条 对他自己并不是很有利的道路 那张志军今天讲的这句话呢 也就断了这些 国际投资客的想法 因为国际投资客去投资金门 通通不是为了台湾的赌客 或者是金门的六七万人 大陆 就是大陆的观光客 所以我觉得张志军 如果换一种讲法 就是说金门如果有博弈呢 我们就不会这么方便的开放 从大陆到金门的这条旅游 那by the way 我也要说 这是我们在金门 多年努力争取的 我们一直争取是说 什么人可以到厦门的人 可以不要签证 就直接到金门来 因为金门是个领导嘛 那大陆可以让他随便到金门来 那我们跟台湾 也是说 你们不用担心嘛 你管出不要管进 就是你管他从金门到台湾这一段 如果你担心太多大陆的人观光客 从这里涌入 无论是什么管理不方便 你就机场跟港口你管就好 你管他们最多只能到了金门 他们就不能到台湾 那至少金门就会每天就有很多的活水 这是金门多年来努力的结果 所以张志军其实如果不要讲说关闭小三通 他可能语言不是那么熟 他如果说 这样子我们就把不需要签证直接去金门的 我们就会取消 取消 他只要做这些事情 金门就变成一个死城了嘛 因为金门的观光客 有很多台湾去的观光客以外 也有很多大陆去的观光客 所以我认为呢 第一个他符合很多金门真正民众的心理上面的想象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城变成一个黄赌毒的岛 第二呢 他在两岸上面 事实上是在中国大陆完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他如果要阻止他的人民继续去做很多的博弈跟洗钱 他不发那个自由往金门通行的这一个通行证 是非常可理解的 那这样子也就阻绝了国际的投资客 跟那个赌场的投资人 一直不断觊觎金门这条肥肉的这个想象 那金门可以发展什么 他可以从观光 譬如说现在金门刚建成了一个免税商城 他做成一个亚洲非常大的免税商城 你知道在整个海溪的那些有钱人 他们都希望用的是正货 他们不希望用盗版的产品 所以他们可以坐船到金门 或者坐飞机再来台湾的路上 回去的路上呢 经过金门的话 他可以在金门的大的免税商店 还有他是做一个免税跟畅货中心 就像关岛一样 他可以去买五个 Gucci包包 可以在那里撒钱啊 他就可以去买这么多东西 以后呢 他可以带回去就赚他的旅费 对不对 就会给大家很多经过金门的用途 否则他就直接飞下门了 为什么要经过你金门 第一个 那因为当你有这么多商店了以后 第一在金门的消费会提高 第二在金门的白领阶级的工作会提高 他就逐渐往上走 变成一个好的购物天堂 他的下一步呢就可以变成好的金融中心 就是可以按照新加坡发展的模式 做一个具体而为的建设计划 那我要请教你 因为你刚好对于新加坡又非常的熟悉 那你说金门可以很像可以走新加坡这一条路 可是新加坡最后他还是开放了赌场啊 那这个你怎么看呢 顺序 顺序 就是你像巴哈马一样你一掀开了赌场 黄赌赌就进来 你掀开了赌场可能澳门现在就变成喜田天堂 你慢慢的逐渐的顺序 新加坡在他发展到了高阶金融服务业 文化创意产业 在综合娱乐中心的那个时候才开了赌场 完全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金门现在的条件并不适合开赌场 现在的条件就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应该说他要先走新加坡前面的那一段路 那一段路走过了之后他再来开赌场 而且前面那段路做的时候 同时就会创造金门本地的白领的工作 使得金门子弟可以返乡服务 我在金门的时候 你如果是一个有硕士的金门人 你回到金门最多就是县政府跟金门酒厂 两个地方可以就业嘛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 你是一个律师 这边有很繁盛的商业 将来也可以有工商登记 就是很多公司可以登记在金门 因为在金门登记呢 你就受到中华民国法律的保护 包括我们的智慧财产法律啊 都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你可以从金门去经营整个中国大陆 这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所以说金门的那些白领的 和他的受有教育程度的这些子弟呢 就可以返乡服务 你可以让大量的人才回到金门以后 你再去做下几波 如果你先开了赌场 所有的这些利益都是国际赌场的那一群投机分子 他们会拿走 了解 然后金门人就会像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区的那些赌场工作人员一样 在赌场你希望呢 还是都去当核官去发那个 呼克牌 然后去赚小费 端酒吗 当然不是一条最好的路 但是呢 问题是金门它 容不容易 能够呢 走向新加坡 我们刚才讲新加坡的前面的带转路 新加坡的这一条路 金门能够copy吗 我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来继续听雷晴伟 来 分析 好 欢迎来九八讯堂 刘君耀 我讲一下我去金门工作的时候金门有三个梦想 当时县长找我去就是做这些 后来有人说啊 雷先要来花金门的钱 不是 县长本来就想做 第一个当时我们想买远航 第二个呢 我们想要去盖金夏大桥 我们哦 整个县哦 然后第三个呢 是把所有的战争的那些过去的这些设施呢 改成民间用途 我用这个来讲 金门怎么样可以变成新加坡 1981年我第一次 82年我第一次去新加坡 所以我82、83、84都在那里研究新加坡的政府 那当时现在最繁华的那个Raffles Place 就是它的金融区 旁边在新加坡河上 那些白领的这些国际银行的雇员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卷了袖子 在新加坡河上竹棚子搭的地方吃海南鸡饭 还只是在河上用竹棚子搭的 那个地方现在叫做Boat Key 叫做船头码头 或者另外一个叫Clarke Key 如果去新加坡玩都知道 当时还是在竹棚子的船上 没有风 所以如果我们再想 这不过是几十年前 新加坡今天是什么地位 所以就不要忘字费勃 金门当时想要做的是 利用它跟新加坡一样的枢纽地位 成为两岸中间更重要的一个转口地方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台湾的机场如果可以做中转业务 所以中国大陆的出国的旅客 可以经过台湾 这样它就会成为一个枢纽 所以它想做的三件事情 一个是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 新加坡有新航 第二个是在中国大陆的厦门 有很短的一条海域 而且在河海工程上面 是由北京来设计 完全不困难的一条跨海大桥 那这条跨海大桥呢 我当时告诉县长说 我们就叫他做和平大桥 我去国际去发一条和平大桥债 我跟他说我两个月之内 绝对给木来所有需要的钱 因为你想想看 旧金山有金门大桥 如果从天上看到地球上 有一条金下中间的和平大桥 而且它的那个整个的设计 是双尾的 非常非常漂亮 哪个人不愿意跟和平有份呢 因为两个地方如果是战争 它不可能架这个桥 所以它就是叫一个和平大桥计划 成为一个全新的地标 大家都要来看一下 大家都要来进门观光一下 所以你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 你让往来变得非常便利 就你自己有的航空公司 然后你有这个大桥 可以用路上的交通 就像金门跟马来半岛 有柔佛海峡的那个大桥一样 有个cosway 有一条路直接到九后 所以你把交通解决了以后 接着就要在这个地方 创造商业环境 新加坡的第二个大家 会智人口 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买到全世界的金品 它又是一个免税天堂 所以你整个阿西安东南亚的有钱人 都到新加坡去消费 所以金门的第二个 它应该走的路线 就是它成为一个金品消费中心 两岸的 两岸 对对对对 因为当你有大桥的时候 更容易它开个车就过来 然后两边互相只要认对方的车牌 或者中间你要在象征性的设一个关口 就像尼加拉拉瓜瀑布一样 在这个大桥中间设一个象征性的关口 也是可以 所以当它有很多的商业行为以后 接着就去发展工商登记 叫做Secretary 就是你的公司可以在这边登记 我用很简便的方法 让你在这边做你的企业总部 企业登记 那然后就做出一条会计的街 一条银行的街 你就把会计银行这种基本服务 和法律就可以建立起来 因为目前我们在金门的主要大街上面 就是卖简单的纪念品 然后或者是简单的小小的服务业 就是本地居民需要 他们有给外人的高阶服务业 高阶的工商服务业 第二个就可以建立起来 这也是新加坡的模式 而金门绝对有条件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交通便利了 观光客来 消费提高 工商经济做起来 然后当时两岸又开始讨论 比如说人民币的离境中心 你觉得人民币的离境中心 金门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吗 所以如果具体的离境中心 如果您在金门办的话 那么金门也就会有一些比较高阶的银行业务 我在金球的时候 在金门每一家银行都有分行 大家都来问我说 拜托你们金球可不可以借钱 我说不需要我每年都太多钱 我们存在那里 他说你存在我这里 我是烂头炊要给你利息 拜托你借点钱来用 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畅通的一个金融环境 创业的人来这里找寻投融资 然后一般的公司在这里做登记 你就有一个完全完整的医疗龙式的 白领阶级的工作就业机会 那这个时候其他东西就跟着起来 包括你的地方建设 现在的金门的地方建设 你会看到说同样一条路 今年把右边加宽一点 明年把左边加宽一点 因为有这个公共建设的钱 可是我们就是只需要这几条路 所以他就同一条路 就今天加这里明天加那 他没有新的需求产生 人来了就会创造需求 过去的阿兵哥创造了金门的繁荣 当军人离开以后 金门就变成一个小城 现在很多的台商以及台湾人 他们都是觉得 金门的这个民生的福利很好 所以千户集到金门 或是在那边买房子 可是那种跟就业机会 所创造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在金九夫的时候是几年前 大概08年吧 08年 到现在呢 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对 超过 你刚刚这些idea 想要装造这些条件 在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而且那时候是县政府的 他们找我去执行 就好像是找我 当总经理或执行长去做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做不到 换政府 换了政府就做不到 换政府 换政府换了脑袋 把前朝的人全部管掉 以前的发的包的东西呢 就慢慢做 所以金门他自己本身 就是内部有很大的 跟整个台湾的政治很像的地方 就是谁取得政权 谁分配资源 然后谁就重新 重新来一套 把前朝的东西全部推倒 然后重新重来 重做一套 可是金门这几年有进步吗 有一点进步 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 但是没有我们刚才所想象的 像新加坡这种进步方式 所以这种进步方式是需要有一点 那种整体的规划 然后有延续性 有众生 有大家的信任 有步骤的 可是就没有啊 没有这么大步伐的在往前迈进 并没有嘛 所以说你认为那正极点在哪里 就是 还是政治 就是政治 跟台湾这几年来被卡在一起的 都一模一样 第一个是呢 就是因为你有不同的政治想象的人 他们会互相对抗 而且每次都会把前朝人抹黑喔 金九跟金门县 以前的前县长 或是金九的前总织 通通都被起诉的 就是因为新的人 就会说啊你有什么什么什么 就时常会有这些问题 可是第二呢 就是在一直不断的这种清嘎中间 一般的老百姓也会产生 对所有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所以任何人想要做一件事情 别人就说哦 他背后一定是个有个什么目的啊 谁收的钱 我举我们买远航那个例子啊 他总共需要的经费大概18亿 银行要借我12亿 所以金九只要拿6亿 我们就可以买下一个航空公司 那时候两岸正在开放 所以三通的这些航权航点呢 大陆都同意保留给远航 因为知道是金门要买嘛 当时我去协商过 可是金门的县议会 总共需要9票 只给了7票 那那些其他的票为什么不同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是我们大家钱 你用了我就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说 这件事情你做成了 将来这些资源可能就在你手上 那我要再跟你对抗就不容易了 他怕你大了 他怕你做大了 然后我们一直告诉他们说 光是一个远航 你就可以创造将近1000名的就业机会 跟金九一样大 这样子你就有两条腿可以走路 听不下去的主要理由 还有一个是 现议员中间彼此不信任 他们会说 你投赞成票 他们给你多少好处 哇 都是要讲好处 全部都是想说 你要去赞成 一定是你有自己的好处 你才要去赞成 所以我觉得一个地方 如果没有信任 是没有未来的 就跟台湾现在的政治 逐渐变成了 有人接恶 无按不必 弄到大家没有信任的时候 那种大规模的 大刀阔斧的 比较有格局的建设 全部做不成 因为每个爹想说 你拿什么好处 然后你做成的话 将来你会做出一个重要的政绩 那我怎么办 我拿什么给你对抗 全部在那种私利中间 把台湾的公共利益 就放在第二线 基本就是在这些私利 跟不信任中间 把2008年那个时候的 最好的机会丧失掉 所以有这样的队友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就不用 就整个队呢 我们整个团队是 互相彼此不信任 互相撕裂的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不用了 我们自己就内乱 就垮了 各位啊 这一段其实是 是我觉得非常 非常 让我非常感触很深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 一个小小金门 不要讲台湾喔 台湾那么大 台湾更复杂 金门这么小的地方 也要做这几件事情 你看这几年了 有没有做成 完全没有做成 金门就是小台湾 台湾就是一个大金门 是 所以这些年来 你看最后做成的事情 像这次张志军来说通水 当时李珠峰要去北京谈 我们有一个这个川镇的震灾的时候 李珠峰要去 他去之前本来说他要顺便路上 要去谈这个饮水 陆委会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第一不发他的出境签证 不准他去 第二个呢出去之前三令五声说不准去谈饮水 不准去谈由大陆上金门供水 不准谈 这什么道理呢 这个是对金门人好的事情啊 不准谈 为什么不准谈 你看政治 他政治甚至可以把民生放在后面 是的 他要把他自己的政治权利 李珠峰认真努力的奋斗 当时陆委会就是三令五声 他比我们全部的代表团 我们去北京做一个川镇的一个特别活动 我们代表很多台湾的企业家 我们在金门 用金门的资金 包括金九的钱 然后募了像 像包括这个曹星成啊 他们都还旺旺集团 他们都出了很多钱 我们带了一笔钱呢 在北京做了一个活动 去代表台商去捐赠 李珠峰被我们晚一天去 因为陆委会不让他去 因为我们在YouTube上面 以前是国际化的观众 他们可能不太清楚李珠峰是谁 以前的县长 以前的县长 然后他是国民党籍 对 他是那个新党籍 对 他是新党 蓝军的 那个时候呢 对 他是应该是泛蓝的啦 蓝军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中央是 绿营的 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绿营 民进党执政 他不愿意让你呢 去谈成这件事情 变成这个攻击啊 未来这个建设 或者对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他比如说 这是属于泛蓝的 他不愿意 所以说他干脆呢 禁止你去 可是他们自己有没有做成 他们也没做成啊 所以呢 金门人的生活 就一直在那边原地搭步 就这个原因 进广告 广告就去聊 好啦 988训练 瘦又要 雷千六委员在现场 你好 谢谢瘦又要 剛剛呢 雷委员下了一个标题 党派之师啊 害了台湾 就从一个 金门是一个小台湾 台湾是一个大金门的这种概念 这种 你去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为什么台湾现在都没什么进步 我住在新店 咱们曾经都在 住在新店一起住 我以前跟 俊耀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头 对 我们俩就是隔壁的隔壁洞的邻居 新店 我们住去那边十几年了 有没有什么发展进步 对 没有 那个光明街还是那样子的 对 阿里拉扎 你就不能够从光明街 一直一路规划到那个老街 新店老街 它整个变成一个商圈 有一个壁潭桥 对 连接起来 非常可爱 非常漂亮 这事情做起来多容易 多容易的事情 我老婆向他讲说 你为什么不要去当新 新店市的市长就好了 对 不要说我们要讲到当立委干嘛 不用不用讲 那么小的地方 竟然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可是这个东西 我们用想的 你可以看到国外 那么多的这个小镇小城 人家为什么会吸引人家 对 他有一点shopping 而且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 他的好多的老街 就变成一个个小的山区 对 然后你晚上下班的时候 你去那边买啤酒 要买那个 他们用那个叶子包的鱼浆 鱼露叫Oda 就是烤的Oda 你在那边喝 觉得每一个角落都是美好的 是 那你刚刚讲的光明街 都是可以变得非常美好的 对 党派之思真的害了台湾 那因为什么 新店也是这边一直党派什么 什么党上来什么 对 所以说金门这个部分好 那我们讲到绿营 当年是这样子在干事情的 不能禁止李柱峰呢 你去跟大陆来谈水的事情 现在呢 蔡英文好了 我们来看看 绿营的观念思想 到底有没有改变 蔡英文现在有讲说 他也可以考虑放弃太平岛 对 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打算去美国 他们说是这个蔑视 因为他可能要在2016 取得胜利嘛 对 是 蔡英文要出以前 他的幕僚们可恶至极 为了蔡英文能够在美国得到好的待遇 他就投其所好地说了南海主权论 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关心南海跟大陆的人就知道 蔡英文的讲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跟学者们联名在说民进党就觉得可以放弃太平岛 太平岛呢 是在最近填海造陆之前整个南沙最大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岛屿 嗯 同时就是从呃台湾中华民国到台湾以来一直都是有驻军的 以前是军队后来变成海巡人员 其实他们也是军队背景 嗯 所以就是一直是有人居住完全符合专属经济区的借岛 同时呢也是主权的绝对延伸 就是主权是从以前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里 嗯 那么中国大陆一直在说南海有这个九段线啊 大家都知道他在南海呢 田岛造陆说这是他的国内事务呢 就建立在九段线之上 可是大家要知道九段线是1949年以后 嗯 才搬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1949年中间 这个地方有一条叫做幽形线 是由美国受益之下中华民国政府画的 嗯 我们不但画了幽形线 我们还画了领海基线 所以这里是领海 也是我们的内水 那这条幽形线是九段线的前身 如果没有幽形线 你就没有九段线 嗯 那蔡英文为了要到美国得到好的待遇 他拿南海主权当伴手礼送去美国 是 让美国可以去主张中国大陆在南海 没有幽形线 嗯 所以所有的这些岛屿呢 都变成是领土扩张的野心 嗯 你可以想到 为了他自己的选举 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 嗯 蔡英文把南海主权 甚至要当伴手礼送去美国 这样可以吗 这就是绿营的思维 今天不要开队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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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